齐老太元什么也不怕 只怕进不了八十大寿 在他的壮年 他亲眼看见八国连针 怎样攻进北京城 后来 他看见了清朝的皇帝 怎样退位 和接续不断的内战 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 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 一会儿城门开了 马路上又飞驰着 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 战争没有吓到他 和平使他高兴 逢节他要过节 月年他要祭祖 他是个安分守己的公民 只求潇潇停停地 过着不至于愁吃愁穿的日子 即使赶上兵荒马乱 他也最有办法 最值得说的是 他的家里老存着 全家够吃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 这样 即使炮弹在空中飞 兵在街上乱跑 他也会关上大门 在用装满石头的破缸顶上 便足以消灾避难 为什么齐老太爷只预备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呢 这是因为在他的心理上 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 不管有什么灾难 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 而后诸是大吉 北平的灾难 恰似一个人免不了有些头疼囊热 过几天自然会好了的 不信 你看吧 齐老太爷会屈指算计 直晚战争有几个月 直奉战争又有好久 听我的 咱们北平的灾难过不去三个月 七七抗战那一年 齐老太爷已经75岁 被家务 他早已不再操心 他现在的重要工作是娇娇院中的盆花 说说老年间的故事 得隆中的小黄秒天使换水 和携着虫孙子孙女 急慢急慢地去逛大街和后国寺 可是 卢沟桥的炮声一响 他老人家便没法不稍微操点心了 谁叫他是四世同堂的老太爷呢 儿子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人 而儿媳的身体又老那么病病歪歪的 所以齐老太爷把长孙媳妇叫过来 老人家最喜欢长孙媳妇 因为第一 他已给其家生了儿女 叫他老人家有了重孙子孙女 第二 他既会持家 又懂得规矩 一点也不像二孙媳妇那样 把头发烫得烂鸡窝似的 看着心里就闹得慌 第三 儿子不常住在家里 媳妇又多病 所以事实上是长孙与长孙媳妇当家 而长孙中日在外交书 晚上还要预备功课与改卷子 那么一家十口的衣食茶水 与亲友邻居的庆调交际 便差不多都有长孙媳妇一手操持了 这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所以老人天宫地道的得天藤点他 还有 老人自幼长在北平 儿媳慕然的和其籍人 学了许多规矩理路 儿媳妇见了公公 当然要垂守势力 可是 儿媳妇既是五十多岁的人 身上又经常地闹着点病 老人入不叫他垂守势力吧 便破坏了家规 叫他立规矩吧 幼于心不忍 所以不如干脆和长孙媳妇 商议商议家中的大事 其老人的背虽然有点弯 可是全家还数他的身量最高 在壮年的时候 他到处都被叫做其大个子 高身呀 长脸 他北应当很有威严 可是他的眼睛太小 一笑便垫成一条缝子 于是人们只看见他的高大的身躯 而绝不出什么特别可敬畏的地方来 到了老年 他倒变得好看了一些 黄暗的脸 雪白的湿眉 眼角腮旁全皱出永远含笑的闻溜 小眼深深地藏在笑文与白眉中 看去总是笑眯眯地显出和善 在他真发笑的时候 他的小眼放出一点点光 倒好像是有无限的智慧 而不可一下子全放出来似的 把长孙媳妇叫来 老人用小胡书轻轻地梳着白虚 半天没有出声 老人在幼年只读过三本小书 与六言杂子 少年与壮年吃尽苦处 独立置买了房子 成了家 他的儿子也只在私塾读过三年书 就去学徒 直到了孙辈 才受了风气的推移 而去入大学读书 现在 他是老太爷 可是他总觉得学问既不及儿子 儿子到如今还能背诵上下门语 而且写一笔被算命先生推奖的好字 更不及孙子 而很怕他们看不起他 因此 他对晚辈说话的时候 总是先愣一会儿 表示自己很会思想 对长孙媳妇 他本来无需这样 因为他识字并不多 而且一天到晚 嘴中不是叫孩子 便是谈论油盐酱醋 不过 日久天长 他已养成了这个习惯 也就只好叫孙媳妇多站一会儿了 长孙媳妇没入过学校 所以没有实名 出嫁以后 才由他的丈夫 向赠送博士学位似的送给他一个名字 孕媒 孕媒两个字仿佛不顺走孕 始终没能在其家通行的开 公婆和老太爷自然没有喊他名字的习惯与必要 别人那又觉得他只是个嘱咐 和愿与梅似乎都没多少关系 况且 老太爷以为运梅和运梅既然同音 也就应该同一个意思 好吗 他一天忙到晚 你们还忍心叫他去运梅吗 这样一来 连他的丈夫也不好意思叫他了 于是他除了大嫂妈妈等应得的称呼外 变成小舍的妈 小舍是他的小男孩 小舍的妈长得不难看 中等身材 圆脸 两只又大又水灵的眼睛 他走路 说话 吃饭 做事 都是快的 可是快的并不发慌 他梳头洗脸擦粉也全是快的 所以有时候碰巧了把粉擦得很匀 他就好看一些 有时候没有擦匀 他就不大顺眼 当他没有把粉擦好而被人家嘲笑的时候 他仍旧一点也不发急 而随着人家笑自己 他是天生的好脾气 其老人把白须输垢 又用手掌轻轻擦了两把 才对小舍的妈说 咱们的粮食还有多少啊 小舍的妈的又大又水灵的眼 很快地转动了两下 已经猜到老太爷的蜥蜴 很脆很快的 他回答 还够吃三个月的呢 其实 家中的粮食并没有那么多 他不愿意说了实话 而惹起老人的啰嗦 对老人和儿童 他很会运用善意的欺骗 咸菜呢 老人提出第二个重要事项来 他回答得更快当 也够吃的 干疙瘩 老咸萝卜 全还有呢 他知道 即使老人真的要亲自点咽 他也能马上去买些来 好 老人满意了 有了三个月的粮食与咸菜 就是天塌下来 齐家也会抵抗的 可是老人并不想就这么结束了关切 他必须给长孙媳妇说明白其中的道理 日本鬼子又闹是哪 闹去吧 庚子年 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城 连皇上都跑了 也没把我的脑袋掰了去啊 八国都不行 但是几个日本小鬼还能有什么办 咱们这是宝地 多大的乱子也过不去三个月 咱们可以别太粗心大胆 起码得有窝头和咸菜吃 老人说一句 小舍儿的妈点一次头 或说一声是 老人的话 他已经听过起码有五十次 但是还当做新的听 老人一见有人欣赏自己的话 不由地提高了一点嗓音 以便增高感动的力量 你公公 别看他五十多了 论操持家务还差得多呢 你婆婆 简直是个病包啊 你跟他商量点事 他光会哼哼 这一家 我告诉你 就仗着你跟我 咱们俩要是不操心 一家子连裤子都穿不上 你信不信 小舍儿的妈 不好意思说信 也不好意思说不信 只好低着眼皮笑了一下 瑞轩还没回来呢 老人们 瑞轩是他的长孙 他今天有四五堂功课呢 他回答 开了套 还不快快地回来 瑞峰和他的那个疯娘们呢 老人们的是 二孙和二孙媳妇 那个把头发烫成鸡窝式的妇人 他们俩他不知道怎样回答好 年轻轻的公奴俩 老是秘里调油 一时一刻也为不堪 真也不怕人家笑话 小舍儿的妈笑了一下 这早晚的年轻夫妻 都是那个样 我就看不下去 老人斩钉截铁地说 都是你婆婆宠的她 我没看见过 一个年轻轻的父道 一天老长在北海 都安市场和 什么电影人来着 我也说不上来 他真说不上来 因为他几乎永远 没有看电影去的机会 小三呢 小三是瑞全 因为还没有结婚 所以老人还叫他小三 事实上 他已快在大学毕业了 老三带着妞子出去了 妞子是小舍儿的妹妹 她怎么不上学呢 老三刚才跟我讲了好大半天 说咱们要再不打日本 连北平都要保不住 小舍儿的妈说得很快 可是也很清楚 说的时候 她把脸都气红了 又是粗拳 又是裸掌的 我就直劝她 反正咱们姓齐的人 没得罪东洋人 他们一定不能欺误到 咱们头上来 我是好意这么跟她说 好叫她消消气 哪知道她跟我瞪了眼 好像我和日本人 串通一气似的 我不敢再言语了 她气哼哼地扯起妞子 就出去了 您瞧 我招了谁了 老人愣了一小话 然后感慨着说 我很不放心 小撒 怕她早晚要惹出货来 正说到这里 院里小舍儿撒娇地喊着 爷爷 爷爷 你回来了 给我买桃子了没有 怎么 没有 连一个也没有 爷爷你真没出去 小舍儿的妈在屋中打了言 算 不准和爷爷善脸 再胡说 我就打你去 小舍儿不再出声 爷爷走了进来 小舍儿的妈赶紧去倒茶 爷爷 齐天佑 是位五十多岁的黑胡子小老头 中等身材 相当的富态 人脸 重眉毛 大眼睛 头发和胡子都很重很黑 很配做个体面的铺垫的掌柜的 事实上 她现在却是一家三间门面的布铺掌柜 她的脚步很重 每走一步 她的脸上的肉就颤动一下 做惯了生意 她的脸上永远是一旁和气 鼻子上几乎老明起一悬笑文 今天 她的神气可有些不对 她还要勉强地笑 可是眼睛里并没有笑时 那点光 鼻子上的一旋笑文 也好像不能拧紧 笑的时候 她几乎不敢 大大方方地抬起头来 怎样 老大 齐老太爷 用手指轻轻地抓着白胡子 就少看了看儿子的黑胡子 心中不知怎的 有点不安似的 黑胡子小老头 很不自然地坐下 好像白胡子老头 给了她一些什么精神上的压迫 看了父亲一眼 她低下头去 低声地说 时局不大好呢 打得起来吗 小舍儿的妈 以掌袭的资格大胆地问 人心很不安呢 其老人慢慢地立起来 小事儿的妈 把顶大门的破纲预备好